台东县津峰乡公所所属的21人座幸福巴士 29号上午在南回公路与自小客车相撞 两车车头稀烂 所幸巴士上并无乘客 驾驶及自小客车内共3人送医 台东县津峰乡公所的幸福巴士 今天上午在南回公路与自小客车相撞 两车车头都撞得稀巴烂 所幸巴士上无乘客 驾驶及自小客车内共3人送医 据了解小巴南下行驶 小客车则是北上行驶 两车行经泰马里香金香段2号桥上时 一亿方车辆偏离车道 才会发生查状事故 自小客车因车体变形 车内乘客一度受困 台中消防局派消防员到场破坏车体 将伤者救出 道分局也呼吁驾驶人在山区路段 开车要更小心 不要任意超车以及变换车道 以免发生事故后悔就来不及了 记者全如金峰香报道